最新的讯息 高雄市教育局首度举办了教育营展 周末与会的师生跟工作人员 用完了主办单位提供的便当之后 当晚包括了高雄市教育局局长郑兴辉 跟其他师生陆续都出现了上吐下泻 类似像食物中毒的症状 有人狂拉肚子20多次 严重的甚至还住进了家户病房治疗 总计有68人受害 卫生局也采集了便当检体化验 要厘清中毒的原因